Good Show 天皇推介 雙重認證 靚人靚景 你怎可以錯過我們為你介紹的美食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帶大家去吃一間特別的餐廳 其實這間餐廳是會有點心、村菜和粵菜吃的 其實有甚麼特別呢 因為這間餐廳所有材料都是用上素菜吃的 不如等我帶大家去試試吧 Dreamo 酒店 剛才提到這間餐廳其實是有點心吃的 看到桌面上已經有幾款點心準備在這裡 讓我介紹一下有什麼點心 這裡有蝦餃、香菇燒賣、叉燒包、手拉的齋腸粉 等我逐一試一下 讓我試一下這裡的蝦餃 你看看多大顆 嗯 味道跟我平常吃的蝦餃是一樣的 原來裡面是用了素蝦和筍尖 吃到筍尖很爽口 很好吃 試完剛才的蝦餃當然少不了這個燒賣 讓我試一下 嗯 很香啊 這個裡面用了一些雲耳 香菇 還有現在很流行的新豬肉 質感都很像平常吃的燒賣 但就多了很多口感 嗯 很特別 這個我很喜歡 除了剛才的點心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餐前小食都想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一個手絲的杏包菇 除了一些這麼好吃的點心 其實這裡最特別的就是有村菜 因為你沒想到其實素食館都會有村菜做的 那我就介紹一下桌面上面的兩個蔥 一個就是大家都很喜歡吃的 就是酸菜魚 還有一個就是一個淮山的淡淡麵 不如讓我試一下有什麼特別 先試一下這個餐前小食 嗯 很野味 加了一些椒鹽粉 還有這個杏包菇的味道都很出 炸得很鬆脆 然後就來到我很想試這個酸菜魚 看看它裡面其實有很多材料 讓我來給大家看看有什麼 剛才師傅說他們用了這個菇片 切得很薄很滑去取代我們平常吃到的魚片 讓我試一下 嗯 很好吃 它是吸收了酸菜的醬汁的味道 全部進入菇裡 很好吃 讓我試一口湯 嗯 哇 很鮮甜 剛才師傅說其實是用了牛頭菇 雜菇等等去熬成的 所以其實真的跟鮮魚 那些雞湯那些沒有分別 想不到也可以這麼鮮甜 現在試完這個淡淡麵 就是用了淮沙麵去做的 哇 讓我拌一下 上面還有一些花生 很香 很香啊 那個芝麻味 這個麵很煙韌 然後也吃到一些麻的 就是那個麻椒的風味 很有四川的味道 嗯 剛剛就吃完川菜了 現在就來到粵菜了 桌面上也看到很多我們熟悉的菜 讓我多介紹一下 這個就叫隔鎮光骨 這個就是備製的叉燒 還有這個就是咕嚕喉頭菇 還有這個是很特別的片皮鴨 等我待會全部都試一下 等我現在馬上試吃 這個很開胃的鎮光骨 你看到它的醬汁已經包著整個 我先試一下 嗯 很好吃 用了一個腐皮包著蓮藕 做到一個外脆內軟的感覺 嗯 很好吃啊 嗯 我覺得這個菜很有心思 然後呢 再試一下這個蜜汁叉燒 嗯 看到樣子都已經很想吃了 嗯 哇 那個醬汁做得很神奇 很好吃啊 我猜不到是可以 真的好像在吃叉燒一樣 它的質感也很像 接著呢就到這個咕嚕喉頭菇了 炸到呢 很漂亮啊 哇 也是外脆內軟 你看裡面的喉頭菇 你看到一絲絲的樣子 嗯 很好吃啊 因為它調的醬汁呢 也是調到很開胃 原來裡面是素菜呢 我覺得更好吃 嗯 真的入味很多 然後呢 就來到我最期待的這個片皮鴨 你看它的外相已經非常吸引 你看到呢 有兩塊 一塊呢 就是炸了的腐皮 還有這個喉頭菇 讓我試一下包來試一下 做法呢 跟平時的片皮鴨也是一樣 你可以呢 放一些 這次它很特別啊 還有一些椒絲 然後青瓜 蘿蔔絲 很健康啊 其實整道菜呢 都是師傅他們自己設計的 連這個醬汁也是自家設計的 讓我試一下 嗯 看到就已經覺得很開胃了 記得小時候呢 經常看到這個 都覺得很好玩 是非常喜歡吃的一個菜 大大口試一下 嗯 嗯 它跟平時呢 我吃的片皮鴨呢 很不同 剛才它沒有了一些酥味 然後呢 它炸了那個腐皮呢 是很脆口 所以很特別啊 醬汁也是非常之好吃 那吃完這裡的素菜呢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特別 它主張呢 是沒有五辛 和沒有蛋奶 那吃開素食的朋友呢 就知道 這裡是優質的食材 哇 我真的吃到很滿足啊 其實這裡真的令到我 對傳統的素菜呢 改觀了 因為我沒想到素菜呢 原來可以有這麼多的款式 那你吃過素菜的朋友呢 我非常之推薦你們來這裡試一下 製造方的地址呢 是尖沙咀廣東道 一百二十號 海威中心七樓 而定座電話就是 2366 3233 地鐵呢 就可以搭這個尖沙咀站的A2出口 而西鐵呢 就是阿士甸站的F出口 九巴呢 可以乘坐 271 110 296 多 270A 小巴呢 就可以乘坐 6號 6號A 和8號